這台北市長葛文貴 要選總統的意向 是不是越來越明顯 葛文貴的太太丹佩基 在在民政法文中 講到選總統的議題 他來鼓勵這個葛文貴 如果可以幫人民 過更好的日子去做 這是不是就是葛文貴 要參選總統的選領 葛文貴是好人 不過他學路丹佩基 是一個好太太 還說 娶貌就要娶像丹佩基這類的 開工順利 台北市長葛文貴 台北市長葛文貴 參加火水口 緩水港的重曹電禮 因為這是進來重大建設 在我上任的第一年你知道 發生了蘇敵的颱風 結果我們被迫要停水 因為當時整個那個水太佐了 超過了那個 我們淨水廠的負荷能力 理工的五年 就發想台北市民 入燃燭市長 經過四年改成燃燭的品質 葛市長不容市長 是不是要選總統呢 忽然丹佩基在密切點名法文 說讓人民過好一節就去做 是不是幫老公發表參選選擁業 他當中人的民情 亂來他的太太 不過他就是不要表態 只是國內都採摘不斷 這個媒體是不是一切 他不會參選 是怕算要支持 對國民黨白選的過代名參選 哇 每天都幕僚說來 清科人士 有科人士 希望大家放得輕鬆 我問到參選總統的議員 真的是讓人看得不清楚